8月1日至8月6日12时 本轮疫情累计报告 525例确诊病例 其中三亚市455例 丹州市21例 东方市16例 陵水县11例 陵高县9例 万宁市5例 乐灯县4例 吴之山市2例 海口市1例 城脉县1例 五灯状感染者121例 其中三亚市103例 临水县11例 乐灯县2例 琼海市2例 丹州市万宁市 临高县各1例 8月5日以来 新增的感染者数量次序增加 疫情呈快速上升态势 新增两个市县 有城脉县万宁市 报告感染者 疫情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 防控形势严峻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继续通筹三亚及全省各市县 从快从严 从紧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并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 制定全省全员核酸检测方案 按照保重点要求 开展全省核酸检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酸检测方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酸检测方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酸检测方案